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全球最大的公众高尔夫球场囊括在内 形成了以高尔夫为中心 向度假休闲产业的辐射 是海口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每次来到关门湖采访 我们都非常想约关门湖集团的主席 朱顶剑博士的专访 由于他非常地忙碌 几乎是很难可以约到 所以这个被神化了一样的人物 更让我们充满了一个好奇感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非常地好 约到了朱顶剑博士的专访 那么他也是敢一早地搬机飞到海口 那么为了能够让我们访谈的时间更长 让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到他 我们现在也从机场去引导他 朱顶剑全国政协委员 海南省政协常委 关门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香港郡豪集团主席 自2007年开始 32岁的朱顶剑从父亲手中 接过了海口关门湖项目的担子 十年间海口关门湖从一片火山石墨地 到如今的世界最大的公众高尔夫球场 也成为了中国海南又一绝佳的旅游目的地 你今天早上几点的飞机啊 我七点多的飞机 然后当时从香港过来 香港去到深圳 深圳在飞 在香港没有这么早的航班来海口 所以跑深圳 那你今天几点起床 今天呢 今天是五点钟起来 然后就就往深圳跑 不辛苦 不辛苦 每天都早飞早起 在雨晨呢 所以就是把握好这个早晨的时光 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永远都说 时间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但你重视一个活动 一个场合 一个会议 你永远可以创造时间 你要么就早起来一点就行了 掌管三百亿元家族财富的朱顶剑 原本大可以过着 锦衣玉食的休闲生活 但他在手艺的同时 却选择了一条 更为辛苦的二次创业路 您的成长背景 应该是从小 应该是一种很富有的状态 但是你并没有标榜自己 这种富二代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富二代 反而我觉得我是 我希望社会认识我住顶剑 我是一个勤二代 反而我从小来之后 就有一句话 让我非常恐惧 很怕的 那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创业难 守业更难 那么既然守业更难 倒不如我做创业的工作 所以希望社会能够 把富二代能够给我转化成为 我是一个穿二代 也是一个勤二代 因为的确我没有在做 守业的工作 而是我在做创业的工作 就这样 朱顶剑开始扩张他的版图 观兰湖度假区 除了浓重的高尔夫特点之外 观兰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 也成为了观兰湖度假区的又一亮点 共分为三个板块 分别是南洋风情街 1942民国街 以及目前再见的老北京街 整个南洋风情街长300余米 集合了70栋中外建筑风格 相交融的南洋风情建筑 带你穿越100年的电影世界 哇 真的是很漂亮这里 可以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 是是是 我们这边就是优先要穿越到南洋 这个是距今应该是在130年左右 这个历史 整个这边的这条街是以商贸为主 所以多感受感受 这个是以珠江留意的 珠江的那些建筑物 所以就是南洋街 上后来带你去到1942街 就是以长江留意的那些建筑风格 然后再下一个正在规划 正在做的是老北京街区的 就是以黄河那一带的建筑风格 来去体现 海口灌篮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 坐楼于灌篮湖海口国际高尔夫度假区 由灌篮湖集团 冯小刚 华裔兄弟联合赤字打造 是全球首个以导演个人命名的 电影主题旅游项目 冯小刚电影公社景区 你就可以在这里拍摄毕业季 或者结婚周年 结婚的照片 然后换上衣服 然后就可以请这里的摄影师 帮你继续去拍 包括从头发 装备什么都不用带 你拍过这样的照片没有 这个是什么 这是学生的 学生装 你读书时候有没有穿 读书的时候没有改成那个颜色 从我们三个人有这个概念 一起来投资做这个项目 从有概念去到谈判 合作条件 合约的签约 去到设计 施工 到军工验收 你猜一下用了多长时间 创造了这样的景区 一个项目至少要有三年 我们才用了一年半 1942民国风情街 这条是以冯小刚的电影 1942中重庆街道为蓝本 91栋建筑 集合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长江流域 四大城市 重庆 武汉 南京 上海等地 典型的建筑风情 我特别要带你看 这个呢 我朋友号称是春月中的春月 你写好了就投放进来 然后定时它就帮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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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网上观看本节目 就在旅游网市 电影公社的民国介入群 不仅仅可以带领我们 浏览和回顾老重庆和旧上海 还重现了过去南京 武汉等地的风采古运 深在其中 便能感受到浓浓的民国风 如果说电影公社给人带来的是 穿越一百年的光影世界的体验 那么在灌篮湖新城 则给人的是一个 集商业 文化娱乐 教育 居住 与一体的深海旅游 休闲城市综合体 四个主要区域各具特色 汇聚中西潮流饮食的 兰桂坊娱乐街区 为顾客带来光影火音乐喷泉表演的 石矿湖 深受孩子喜爱的泰迪熊博物馆 与居住相配套的海南华侨中学 灌篮湖学校 以及各种国际品牌入住 都让灌篮湖新城国际化的脚步 越走越远 这个建材叫做ETF1 它就是北京水利方的墨墙 所以是不断地在转换颜色 在整个新城里面都利用了这个风格 其实一方面是遮风胆雨 另外一方面还是让大家能够偷风 你看有很多公共区域都是没有空调的 这个就是一个环保里面 然后里面这个特里熊博物馆呢 我们是跟韩国的一家 就有一个收藏者 他就收藏了很多很多特里熊 然后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博物馆 里面还有介绍 为什么特里熊是叫特里熊 然后就把特里熊带到一带一路 有不同的场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打造的一个 叫做Edgitainment 就是把Education还有Entertainment混合在一起 就是教育和娱乐结合在一起 那么前面这个就是跟周杰伦一起设计合作的 Powrock酒店 哦就是这个周杰伦会设计的什么 对 里面也会引入他所穿过的衣服啊 整个演唱会舞台的装修 是一个音乐主题的音乐主题吗 是 这个原先就有的这个水系吗 这个原来是一个踩石场 是一个大石坑 来这里开发之前 这里全部是脚搬帐 自从我们在这里开始在建设整个星辰 我们就把这个搅拌帐 透过水加了这个水泵 再加了机关 灯关修 还有喷火 就创造了一个石坑湖的一个水务表演 然后恢复了这种原先的生态的面子 就真的完全是把这个石坑给了一个水的生命 目前这个星辰的招商是什么情况呢 到了今年有有 现在是百分之八十多都全部全部都填满 然后第二轮就是现在是私运营 七月份到到十一全部 十一之前全部都能够投入使用 我觉得最特别是 这里在打造的是一个VTail Tainment VTail就是零售 Tainment就是Entertainment 就是把零售娱乐结合在一起 常规的你说零售就是搭配很多餐饮 那么当然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娱乐 玩得可参与新的 很难想象 整个关篮湖渡辖辖区 选址在海口市阳山地区 一片万年火山喷发后的石墨地上 2007年以前 这里无耕地也没有村庄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 原本负责整个项目的 朱顶剑的父亲 朱树豪博士突然被查出癌症 于是整个项目 便落在了朱顶剑的井上 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 全面负责整个项目的落地 我还记得07年的时候 就是我爸刚刚落地 在海南 那时候就刚刚才跟政府签署了 这个投资 投资合约 其实那时候我爸就突然间就发现 签完约之后才发现 自己有末期癌症 其实那时候这个项目 一分钱都还没有投入进来 只是菜旅费 返返费用 那么那时候我爸 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他抓住我的手就跟我说 我能不能给他去实现他的梦想 实现他对政府的一个承诺 那时候既然什么钱都还没有投资 对我来说我是可以不散 我完全是可以撤 都还没有投入 但是我就做出一个决定 我说可以 反正你好好地去调理好你的身体 你去跟兵末去作战 我爸你走在第一线 来去操盘这个项目 那时候就是07年 所以这个项目是做得很快 早期投入开工到十个球场 能够投入使用 只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可以说你自己也费了很大的心血 想问一下 如果父亲现在可以看到 目前的关了活的状态 你觉得他会满意吗 其实我经常有做梦看到他 然后在梦里面 他都是给我 他没有批评过我 也不断地也是在给我打气 在鼓励 说明你自己也在很努力地 想把他做得很好 所以心里面希望他也满意 希望他是满意 那么也是透过这个经历 就是因为父亲这么年轻离开 让我给关篮湖 有很多新的构思 新的想法 新的定位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 给了朱顶剑新的发展方向 关篮湖也从体育休闲产业 转向为度假型休闲产业 一家老小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 其实如何能够找到自己的 快乐集 当你能走的时候 能走的 能吃的时候 你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地点 能够让全家人都可以找到快乐 因为有了健康 你才可以有快乐 有了快乐 你才可以有更多的 更大的平台 就是要把关篮湖能够创造的 这个平台就是要打在一个快乐集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寻找 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基地 就是快乐集 这个就是我们关篮湖 希望能够创造的这个快乐集 给大家传递的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目的地 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 在这里寻找到自己的快乐 从这个快乐 有快乐就有健康 有了健康才会有快乐 那还想问你一下 你每天把工作安排得如此的忙 形成那么的忙 能感觉到累吗 我跟大家经常说 不会觉得忙 我会觉得过得很充实 因为当你总是一个人 一个会议 你总是回家 你永远可以创造时间 去健库 去照顾的 那么至于累我 我永远都说 你累你就去睡觉 睡觉就可以充电 或者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透过做运动 来去提升自己的体能 所以我中午从来不午休 也没有这个午休的习惯 去运动 中午运动 对对 中午去完运动之后 你不断地会 会不断地去兴奋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会更高 会更加快 感觉有点像是白天一样 有点像早上的一样 第二天的感觉完全是 所以我说 累着去睡觉 但是不要说辛苦 因为这个辛苦是代表 一个心态的问题 当你觉得辛苦的时候 就是心态的问题 就是的确是有太多负能量 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这个朱总 他还是非常热爱运动的一个人 每天会一定会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运动的 他说这样的话 会让自己非常清醒 保证了下午的时间会有更好的一个工作效率 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把时间如此高效地利用 而且他能够对自己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管控和把握 这也是他能够做得如此成功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网上观看本节目就在旅游网市 努力勤奋 热爱健身 是朱顶健身上醒悟的标签 在他的带领下 海口灌篮湖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 在这十年间 海口灌篮湖也渐渐转变为囊括众多产业的国际旅游度假区 之前灌篮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尔夫 那么我们来到了这个灌篮湖之后发现太多的惊喜了 我们之前说灌篮湖的一个代名词是高尔夫 那现在你觉得用什么样的一个词会 简单的话来概括目前的灌篮湖的状态 我觉得灌篮湖是一个老少姐一世代同堂 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的体验到的旅游目的地 这个也是我们把灌篮湖做了一个 从从1.0到2.0到今天是一个3.0的升级版 的确从从1.0的时候就是传统的高尔夫 透过高尔夫怎么改变整个片区的一个状态 经济的发展 然后去到2.0就是不断地在丰富3.0 又有另外一个境界了 那灌篮湖从07年到今年已经是10周年的时间了 您觉得它是按照您印象当中的这个方向在发展吗 其实超出了我发展的一个思路 那么灌篮湖不经不绝在进入这个休闲产业 已经有25年了 从广东省开始 那么25年前就在深圳东莞这个片区 开始投资旅游产业 那么在海口就是07年开始 现在有10年 没有想过会跨这么多的板块 从原来的一个产业 到2.0的时候就是三个产业 今天3.0已经去了有八个不同的产业 所以是超出了我的我可以想象的一个规划 从灌篮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事业至今 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 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 灌篮湖品牌也越来越响亮 怎样的管理理念成就了灌篮湖这座商业帝国呢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我们这两天的采访工作当中 我发现咱们灌篮湖的人 每一个人的工作热情都特别的高 他们都非常的认真 做事也是尽善尽美 想问一下您对于灌篮湖的这种 用人理念和管理理念是什么样子的 人 以人为本 其实整个规划 就是怎么样让同事 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来去奋斗 而不是为了上班而上班 我觉得团队精神很重要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发挥好团队精神呢 就是就像手指一样都有长短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 和劣势那么缺点 所以我觉得做管理层的最重要的是 必须挖掘用最短的时间去挖掘大家的优点 然后就找别人来补他的弱点 知人善任 团结协作是朱顶健的用人指导 而在日常的工作中 朱顶健选择用大声鼓励 小声批评的方式来对待员工 这也是他特别的管理技巧 那么所以团队就是要 要发挥大家的强势的优势 大力的发挥 所以大声鼓励小声批评 那么的确都会犯错 那么犯错就小范围的去检讨了 大声鼓励小声批评 但是我觉得做错 也不可以重复的再做错 重复的做错就是资质的问题了 所以 但是我是很鼓励大家去做错事的 就敢于去尝试 对对对完全是 因为你不错 你就不会吸收 不会学习 不会吸收更多的经验 他们对您的这样的评价 就是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非常的高 可能也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 一样一个前进和努力的一个动力 老外有一句话 我从小之后就学会的就是 Lib by example 就是中文可能是以身作者 如果你对团队有这样的要求 你必须要自己先做到 在配合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感受到了关门湖的员工的工作人员 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 都是非常的积极认真 精力求精的 会把每一个细节安排得非常的完美 我想这也是整个的关门湖的一个 企业的一个文化 同时呢也是这个终点的 就是他能够用他以身作则的这样的力量 感召和感染了他身边的人 也正是这样的理念 造就了整个关门湖集团 也造就了关门湖的品牌 如今的海口关门湖 正按照朱顶剑的构想 渐渐成为老少结尼 综合休闲旅游度假地 奔向关门湖3.0时代